就是我不知道 到底那個誰 言宇和明浩 有沒有最後重申請 因為待會兒 我們大家才會知道 但是我特別想要 如果有可能的話 想要請這個 對 言宇 還有明浩做我的律師 你們可以給我打個折嗎 在節目的面子上 這個事這個 我們回頭仔細在談 經紀人發言了 經紀人發言了 讓我們消化一下 真的是律師 滴水不漏 對 對 我還有一件事 想問曉明哥 因為之前我們有一次 錄製的時候提到 好像雅琪的生日 因為我們當時有看到 一個特別大的驚喜 現在就給 曉明哥幫你 要來了毛不易的簽名 我跟你說 天啊 謝謝各位老師們 謝謝曉明哥 當時錄著節目的時候 我直接就掏出手機 給毛不易 發了個微信 我說我正在錄製 一個節目叫《心動的Alpha》裡邊 有個小姑娘叫張雅琪 非常優秀 特別喜歡你 還有這個驚喜 早知道我們在節目裡 也許臉大怨了 我代表我們這幾個 就是你們的粉絲 然後 請毛不易簽的名 送給你做你的生日禮物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 然後上面 毛不易寫著 張雅琪 加油 你是最棒的 謝謝曉明哥 加油 你是最棒的 謝謝曉明哥 加油 謝謝曉明哥 謝謝大家 獲真界 絕對的獲真價值 太感動了 太有意義了 大家以後有生日心願 就私訊at小明哥 他一定會完成的 他有一個愛好 就是不拒絕任何請求 小明哥是個熱心的青島人 等一下 我還有一個禮物 是送給我的 誰 偶像 你的偶像 叫什麼 是需要一個思宜的主持 保留我突然間 人家不好意思自己說出來 接下來讓我們有請 黃曉明老師 給他的偶像 胡明浩老師 送上他一份真切的禮物 真好的 還敢動 謝謝 明浩哥 這個 我是買了一個綱筆 因為律師 是要寫字的對不對 他是要用自己的筆 來維持正義的 所以這其實是一支正義之筆 然後我給你的題詞是 君子三端 善一鳴 秋毫雖細 我非清 知道你很厲害 然後知道你也有特別擅長的東西 但你手中的筆 它並不清 所以希望你用好這支筆 因為它是一支正義之筆 希望你給更多的人 帶來公平公正和正義 好 謝謝小明老師 謝謝 努力 我們真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就大家那麼熟悉 卻又是第一次見 所以這種感覺是非常奇妙的 其實我們是這樣 我們是點亮七盞燈三個人 點亮八盞燈就八個人 八個人 八個人有點過分了 這樣子我們就這個 是吧 就稍微的減一點點 好吧 你看六個可能也多 那再加一個行不行 對不對 展現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 談判技巧 哇 兩個老闆之間的談判 開看 開看 給你商量你看 我們已經有這麼多優勢了 太可怕了說呢 承受不了 我們廣東地區啊 什麼南方啊 我們還缺對不對 看 芬哥 這個事我們得從場記 要多場 那 哇小明哥厲害啊 我要稍微考慮一下 但是也不是不可以答應 關鍵 關鍵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對等的條件 還沒談清楚之前 我們不能輕易答應 我們好多藝人的個案 都要給你們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我們三個都是做非訴訟的 這有做訴訟的 小明哥真的實在太棒了 不是 你要什麼樣的對等條件呢 不是開玩笑 開玩笑 好吧 答應了 答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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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總 謝謝 謝謝 洪總 江湖都只有您的傳說是有道理的 對 是不是 大佬就是大佬 藍不是我 太認識了 謝謝 感謝 洪總 格局 格局 為格局鼓掌 可以的 我們先收入囊中 那這一個會發給誰 或者到哪個部門等等的 我們可以再來計 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請坐 你們要謝謝這個小明老師 我們也把掌聲給到小明哥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也把鏡頭和機會給到我們已經獲得 offer的三位實習生們好不好 現在已經都不能叫實習生了 已經是今天的同事了 我們每人用一句話來表達一下收到 offer的心情和感情 來 王毅 我的心情就是兩句話吧 第一句話就是我覺得這一個月是成長跟溫情並存的一段時光 成長是課題帶來的專業性的成長 然後那溫情就是各位代教老師 然後還有我的其他的實習生小伙伴們帶來的這種像家庭一般的溫情 然後最後一句話就是我覺得這一次實習建定了我對法律事業的熱愛 好在 好在 沉甸甸的 offer 值得 更加堅定了 謝謝 謝謝 希望你跟前面幾位代教律師一樣 二十幾年如一日好不好 以今天工程為家 謝謝王毅 來 胡敏浩 我其實跟那個王妍宇同學的這個大同小異 第一個就是專業上確實飛速進步 這個月是我急速成長的一個月 然後在心態上然後也有很大的變化 我變得更加輕鬆了 不會給自己那麼多壓力 因為發現這麼多代教律師 還有這麼多同學 在工作之外其實都是很包容 很好相處的一批人 所以就是我實習完回去以後 我同學都說我笑得比以前自然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個月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胡敏浩 也恭喜胡敏浩和王毅兩位 今天已經收穫了第一個甲方 好不好 下來了之後可以把月簽一下 感謝 感謝 拿上去 來文婷 我想說的主要是 首先呢就是 感謝這段經歷 就是這段經歷 讓我有了以後也可以 觸體反彈的一個勇氣 然後第二個就是 也感謝這個項目 就是他也給我了一個 去堅持做律師事業的一個決心 一個激勵 然後還有就是要感謝各位代教律師 然後感謝各位小夥伴 然後還有觀察團的各位老師 還有我在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人 都非常感謝 我覺得是我們要感謝文婷 你證明了這件事情 不管上天給你抽了什麼籤 都可以把你想要的握在自己手裡 好不好 好 接下來的時間 今天給到我們的四位代教律師 也是一樣我們用一句話送給 已經拿到offer的我們的同學們 好不好 也是前兩天 我的一位老師對我說的一句話 狹路相逢勇者勝 有的時候勇氣比支持更重要 所以勇於嘗試勇於開拓 也許你們會收獲一個另外的人生 勇敢 對 典律 我就分享一下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吧 我對我自己的要求是 做一個獨立的人 做一個自律的人 做一個有愛的人 做一個值得托付的人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以後的 不管是律師還是自己人生的生涯中 都盡量能做好這一些 好吧 謝謝 感謝 感謝 就聽這三句話 要在今天工程幹到退休了 我覺得 就受不了了 來 典律 好 我說這個拿到提供的 沒拿到提供的 都不是什麼大事 這個只是你們人生中的 一段經歷的開始而已 工作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好好生活 沒有了 謝謝 感謝 還是老爹的感覺 溫暖 落率 對 可能今天就標誌著你們 實習期的真正的結束 那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找到你們的 所愛人生 享受人生 無悔人生 青春就能讓人也回到青春 就是這樣 他就有這樣的感染力 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真正的隱藏的大 Boss 我們要認真感謝一下 是誰 我們要感謝這一位 陪伴了我們一整季 幫助大家職場充能的老朋友 去多多 感謝 去多多 去多多今天也為大家 準備了驚喜禮物 小和同學辛苦 我來 辛苦 來來來 大家邊吃邊聊 謝謝 去多多今天也給大家送來了 打工人大禮包 裡面是大家最愛吃的 香脆曲奇和大塊曲奇 上班餓了 休息時都能來一塊 快速轉換心情 調整好狀態 同學們什麼時候 就會特別想來一塊 去多多呢 我在每次那個 課題彙報和考核之前 都會吃上一塊去多多曲奇 這樣可以提升狀態 讓我能量滿滿地 面對每一個課題 我是剛來的時候 大家會聚在一起吃下午茶 然後我們就發現 去多多跟咖啡在一起是絕配 那大家吃著吃著 然後就熟落起來了 哦 是朋友之間友情社交的黏合劑 對不對 對 太棒了 因為去多多酥酥脆脆啊 每一口都能吃到巧克力味道 怪不得你們愛吃呢 是啊 我在觀察室裡面邊看邊吃 幸福極了 我們工作累起來 容易忘掉自己的身體 忘掉了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甜蜜的存在 但是去多多的每一口 都是在告訴我們 有些快樂就在你手邊 對不對 只要吃一口去多多的話 就能夠能量拉滿 再次感謝去多多多 謝謝 到了這一季錄製當中 最不想錄的一段 因為我們今天剛剛有 有看你們在天台喊話的過程 就這個節目的悲傷就在於 我們要屢次告別 我們剛才在裡面 已經目睹了一次 我們知道 劉律在電梯裡彈笑風生 進了車之後淚流滿面 聽說你哭了三天 哭了八場 八場 律師都是要記輸的嘛 第二場哭完就畫正字 記得八場記得這麼牢 第二場一三場 但是知道這種別離的時候 的眼淚是必不可少 今天我覺得 今天的別離不需要眼淚 因為今天的別離 不是真正的別離 我們也很感謝 屏幕前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給予我們兩個半月的陪伴 今天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在說說我們 彷彿上了一堂 法律的雙學位的課程 我們每個人錄節目就是長腦子 但是沉甸甸的這種收穫和成長 也是我們生命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烙印 剛才最後的時候 俊玲有講到說我們浸泡在哪裡 我們就成為神 我們一起共同在 《烈人心動》的阿佛五里浸泡了 你們一個月 我們兩個半月的時間 我們靈魂當中 有一部分已經是這個樣子 用宇童的話來說 就是我們彼此都不會忘記 彼此的名字 很久很久以後都是天 所以以後在街上見面的時候 都不需要猶豫 能第一時間叫出名字 感謝你們給我們所有 提供的生命的這些片段 謝謝你們 還是要別離 不說再見 對不對 令人心動的阿佛五到這裡 就到了跟大家暫時要說一聲 我們榮厚再見的時候 我知道我們這一季的阿佛播出 在網上收穫了非常多的贊語 也收穫了非常多的討論 但無論如何眼光的聚焦 讓大家觀點的發出 就是我們沉甸甸的幸福和收穫 感謝你們所有人 跟我們一路地陪伴 這一季的令人心動的阿佛 就到這裡了 分別時間不會太長 讓我們共同等待 令人心動的阿佛六的播出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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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初期有蘭蔻鋪鋪鞋 你未来小程序真好 轻盈又专业 第一 课程分阶段 分为在校规划 求知向导 职场新人与职场进阶 非常适合不同阶段的大家 来提升自我 第二 课程很全面 覆盖职场必备核心技能 帮助大家提升职场软硬实力 让拥有职场新手 陪伴好朋友 用微信搜索 蓝蔻谱写你未来 一起拥抱美好未来吧 一口美味曲奇 工作状态满分 本节目由超好吃的 去多多取齐 独家冠名播出 实力高能进阶 OFER轻松到手 感谢会不经 不可不知道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 蓝蔻谱不歇你未来 线上学习平台 富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 本节目由蓝蔻赞助播出 美味吃久在线 OFER随时开炫 本节目由清爽 根本停不下来的 炫卖行业赞助播出 OFER令人心动 英式派伴你竹梦 感谢评实力 治领先行的 东风本田英式派赞助播出 展露优雅真我 职场得心应手 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 浪琴表赞助播出 当您遇到拖欠工资 等侵犯劳动权益的问题时 可以拨打全国能力资源 社会保障服务热线 1233 咨询相关政策信息 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 需要专业法律人士 提供咨询解答 法律援助时 可以拨打12348 法律咨询专用电话 寻求帮助 当您想要了解 卫生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健康防病知识 预约诊疗 或者就是想确认一下 近期接种国疫苗 是否安全等 都可以拨打12320 卫生热线进行咨询 当您发现周围有噪音扰明 污水排放等影响 生活环境的污染事件时 可以拨打环境保护热线 12369寻求帮助 无论是作为妈妈 女儿还是自己 当您需要法律 婚姻家庭 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咨询时 可以拨打 全国互联工艺服务热线 12338寻求帮助 当您觉得情绪低落 需要进行情绪疏导时 可以适时拨打 24小时希望热线 400161 9995 转转聊聊 如果您想了解 商标 专利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的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或是有知识产权 维权的援助请求 可以拨打 12330 全国知识产权 维权援助热线 当您在中国香港 需要任何信息资讯和帮助 想要了解 签提信息 文体活动 达到资讯 处理注册 公司注册等 都可以拨打 香港特技政府 1823 二线服务中心电话 问问看哦 当我们在外消费 不论是买实体物品 吃饭或体验服务时 如果感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 可以拨打消费者热线电话 12315进行咨询 或者求助 上一腾讯视频 令人心动的 Auber第五季节目讨论区 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 来Auber信箱刘贵言 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吗 上微博 参与令人心动的Auber 议题辩论 创作欲言你的观点 更多精彩资讯 请在新闻娱乐 微博中意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中意 新浪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网易新闻 新浪新闻 界面新闻 智鱼 成果娱乐 影视聚焦 环球在线 Unews 一点资讯 华语之声 天意视讯 WiFi万能钥匙 中华万年力 直呼 莉莉成传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令人心动的Auber第五季 每周二周三19点 更新上下集 会员请先看48小时 每周五中午12点 加更晚 每周六中午12点 陪你看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 周中还有独家采访 神秘直播随机掉落